多伦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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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于我来说 才是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的一个地方 人们 它们就不关心你是什么颜色 你来自什么什么国家 你说的是什么样的语言 大家都把你当作一个 人去对待 然后非常非常的公平 然后 然後對於我來說我最喜歡的是多倫多的美食 因為是一個真正的多元文化的國家 你可以找到各種各樣各種各樣的食物在整個城市裡面 如果你有興趣挖掘的話 你可以找到 你可以品嘗全世界 多倫多大學 首先對於這個問題為什麼我選擇約克大學的原因是 我之前就是來約克大學讀書的時候 我在網上做了很多的調查 約克大學是一家非常出名的大學在加拿大來說 而且我當時是想學習就是金融經濟就是商業方面的一個專業 然後約克在這個專業是做得非常好的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我選擇了約克 在我在這邊學習了兩年半之後 我覺得我做的這個決策是非常正確的 我沒有想到學習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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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其實我真的在學習了 在 ULE 我認為這次是很好的轉身 從 abroad 到來學習了 因為在在學習上 我學習了 在 ULE 最重要的是 學習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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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習 人们都很高兴奋,每个人都很高兴奋, 每个人都很安全。 旅行的选择都很高, 你都可以旅行任何时, 所以我觉得安全。 对于这个问题的话, 基于我在约克大学的经验, 给了我一个怎样新的方式去想问题的话, 我觉得他们这边的, 就譬如举个例子, 以上课来说, 他们这边的上课环境是非常自由的, 然后老师和学生, 他们都是非常有创新性的, 在想问题的时候都是把问题想得很开, 就是很自由的,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学习的话, 其实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更广泛的思考的思维,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。 对于我毕业之后, 我会说, 因为我现在是学金融与商务经济学这个专业, 所以我还是想做一些关于这个专业的工作, 我现在自己也找到了一份兼职, 在一家金融机构做兼职,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历, 在我在约克大学的学习期间, 所以我想在我毕业之后, 我能够留下来继续在这家金融机构上班, 然后拿更多的经验去学习他们这边的管理, 这边的金融系统, 所以对我来说, 我觉得非常希望我能够好好地利用好这段时间。 是这样的, 因为我自己现在在约克, 已经在约克大学, 已经在约克大学, 是这样的, 因为我自己现在在约克大学, 已经读了两年半了, 我感觉到目前为止的话, 感觉还是非常好的。 就是说, 约克大学呢, 它是一家就是说, 你来这边上课, 你能够见到很多就是不同国家的学生, 然后你可以跟他们就交流, 当然是用英文交流, 然后你可以就是说, 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, 你可以了解到不同的文化, 不同的人的那个思维的方式, 而且你能够感受到一个很自由的学习的环境, 所以我觉得约克大学它提供了很多, 就是说这种机会, 譬如自愿者的机会, 然后你可以拿到很多当地的经验, 然后跟别人交流,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, 所以我觉得约克是一家不错大学, 是一个好的选择, 对于你来说。 下面的人是一家, 还要做不是有这个, 这么多是一个朋友, 是一个任何人做得到的。 以ские认lls真正确, 的那个某一搭一搭, 我感恩尝尝尝了。 中文字幕——YK